大家好 好久没有更新视频 然后最近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还不能出门了 那我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现在墨本的疫情 因为我今天第一个主题是这个 然后呢墨本的疫情现在是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的封锁 然后亏管比之前要严格了非常的多 而且是从今天的午夜开始 今天是2020年8月5日 然后从今天的午夜12点开始 然后所有人出门 如果是因为工作需求的话 必须要持有工作的一个公司给你发的一个工作许可 也就是出门的许可 然后呢是需要你的公司的老板签名的 然后所以就是老板需要为这个负责 然后呢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限制 就是对每一个行业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就是说规范 就是说哪一些行业是有还有许可可以出门的 然后呢基本上呢那像零售业的基本上就已经全部都关门了 然后现在还唯一还在维持工作的呢 有像加油站呢然后超市啊然后药店呢 然后一些建筑行业已经在开工了还未开工的呢 现在也已经就是全面停工了 然后呢今天新增的病例大概又是有700多例 又是破了之前的一个记录 因为之前最高纪录是723人 然后今天是确诊725人 然后呢已经是连续两周吧 然后这个新增的人数吧 都是在至少是300以上 然后很多天都是连续的是五六百 然后甚至到像今天的是700 但是呢这个数字不代表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是从上周日进入的这个四级封锁 但不代表我们这个四级封锁还没有没有任何的用 是因为本来这边检测呢不是那种快塞的 它本来就是需要大概一到两个工作日才能出结果 所以今天的结果很多可能还是从上周 比如说周五或者周六当时检测的一些结果 今天才被发布出来 那我觉得具体这个第四阶段的封锁会不会有效果呢 还要看下一周 然后呢朋友们就是还要很注意的就是说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呢它也有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每一户人 只能有一个人出去购物买食物 然后呢我们很多人就在猜想就说他那他怎么知道 你是超过了一个人出去的他怎么能知道 那我觉得很简单的他当然不可能守在每一个人家里面 然后说看有谁出来但是他从你因为这边 我们出去买菜都要开车嘛很多地方 那如果他发现你车上有两个人或者是有一个两他 但他又说就是如果在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小孩单独放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是可以带着你的小孩的但是呢你说你带着一个大人呢 这就没有道理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尽量还是以一个人出门为主啊 就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不要被抓到了 因为现在罚款呢是又又增加了 而且越来越严了 特别是已经被测试到他是确诊的人的呢 他出门呢是会被罚5000块左右的 而且甚至是说追加的那个起诉呢能够把罚款达到几万元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危害到公共的卫生安全了嘛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呢到了这个地步 也真的是说墨本有史以来嘛第一次宵禁 这也是从上周日开始的超过八点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在家里面待着 而且所有的各种场合都是在七点半左右就要结束营业 然后给你半个小时收拾收拾然后你回家 当然了对于医护人员就是这些紧急服务的这些人呢 他还是能够出门的 只不过呢也是需要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封城令也好 或者是说各种规范也好 也是的确以维州这个警力 他不可能做到说能够管控的那么严格 或者是说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在按在原地啊 他这个监管监管呢还是要以大家的自觉为主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不让你大家出门了 因为白天大家还是可以工作可以出门可以买菜 还有一个小时的锻炼的时间呢 他这些方面他们还是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 那他主要是说你出门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他也列出来了好几个理由 然后这些理由成立的时候呢 那你出门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我相信啊在白天呢 警察扑over的这个行为呢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但是呢他也绝对不会因为说啊 你出门了我扑你over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把你拦下来 我就能给你一个罚款 只要你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你当然还是可以出门的 所以我觉得维州走到这一步吧 不得不说其实州长也尽他的能力了吧 也不能说说他反应太慢 或者是说这个第四阶段的封锁 因为我相信啊 因为这个第四阶段封锁 你看已经有人出来说抗议了 因为所有的零售业 包括建筑业都需要停工了 这是非常影响就业的 而当宣布的那一天 州长自己也跑出来说 大概我预估会有25万人失业 你想总共就600万人是吧 这一下失业预率要上去多少 而且这一切所有的行业 我觉得都是紧密相连的嘛 因为你一旦这些行业它衰落了之后呢 肯定会带动整个经济往下走的 所以呢他下这个决心 你让他是让他选 那人命关系比较大呢 还是说这个经济方面 其实我觉得是紧密相关的 他也是做了很多的权衡 才能走到这一步 当然很多人会怪罪他说 你为什么反应这么慢呢 为什么会允许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他肯定是中间他有疏漏的地方 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整整体的 墨本的这个制度啊 就是我相信啊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的州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也是很难遏止住的 因为毕竟这就是这个这个国家的 它的机制就是这样运行的嘛 本来你看我们警力也不够 然后医疗人员也是医疗资源也是很紧缺 连你看之前澳洲的山火 就体现出了全国也就那么多个消防员 几乎都是靠义务消防员 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有编制的 就是在在册的登记的正正式的消防员 其实好像说全国也就不超过1000个吧 然后呢啊 其实其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说 他们是办办义务的形式 然后呢他们只是一个业余的消防员 也不能叫业余吧 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全职消防员 他们很多是兼职消防员 那他们是在有难有危难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现的 那所以说整体这个 它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因为人口比较稀少嘛 然后服务员又辽阔 那本来就监管起来的 没有那么容易 那我觉得前面呢 我觉得墨本的确是很多人疏忽了 特别是像也不能讲疏忽了吧 就可能被病毒找到了一个缺口 特别是像现在比较严重的是 养老院的一个病情 包括学校里的一个病情 就是说养老院 现在我知道的是说维州 整个维州好像就光养老院 跟养老院有关系的这个 确诊人数呢 就将近快要快要破千了 然后你想一想养老院里面 至少也是60岁以上的人了 然后这部分的人也是说特别容易受到感染的人 然后而且死亡率特别的高 好像现在已经死了大概有120多个人了 还是150多个 我也忘了今天的那个数据了 就是说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十五十六了已经 那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因为我工作 因为我需要跑出去的时候呢 这经过我公司门口的时候 发现路上还是好多老人 他们可能出来散步啊 出来购物啊 因为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超市 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说 就是完全不敢出门啊 还或怎么样 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太关心啊 就感觉他们还挺chill的 就是感觉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还走在路上慢悠悠的还能散步 但是都都戴口罩啊 就是这一点是指的肯定的 因为之前这个口罩的这个强制强制令 没下来之前呢 真的是我觉得墨尔本就除了华人或者是亚洲人吧 应该这样讲 就除了亚洲人以外 真的很少见到有人戴口罩 即便他是老人即便他是或者是小孩也好 或者是即便是像像我们公司有一些同事本来就是已经是孕妇了 也没有见他戴口罩了 也是因为口罩强制令出来之后呢 大家才有了这个意识戴口罩 然后呢也有一点点打脸吧 因为之前他们都是讲说口罩没有用啊 大家不要抢占这个资源 所以我觉得今天疫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维州的很多人吧 我觉得我也要为州长讲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他前天开发布会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也挺对的 只是说这句话的也挺讽刺的 就是他讲说我们今天是第二天开始这个全面封城 是第四级的封城 然后呢具体的一些措施 因为他当时宣布了这个四级封城之后 具体的哪一些行业会受更严格的窥关 哪一些东西行业是需要关闭的 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 当时就是很仓促的下午三点钟 一个发布会就说 从今天晚上八点开始 要宵禁 然后要进入第四级封城 其实这个第四级封城 已经就是谈论这个第四级封城 已经大概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了 我记得啊 所以一周两周前还是第三级封城 那完全没有对这个疫情的数字 有任何的帮助 反而是越来越多 所以呢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最终手段 而且州长就讲了 我觉得前天他讲了一句话说 因为从来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 因为上一次像这种疫情大爆发 他已经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了 那已经是快将近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呢肯定现在的所有的这些管理的人员呢 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所以他讲这个第四级的这个封城令 也是他的第一次执行 也是在他他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也没有人有这个经验 我可以参考 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学新西兰 学新西兰 当时就是封个两周 然后强制封锁 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 新西兰跟澳洲是没有可比性的 因为这个人口上第一个就有差距 然后呢可控性也差的远了 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不能够用不同的体量 然后去考虑啊 所以呢我要上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州长既然提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就是说他也没有任何的经验在这方面 然后呢他们已经是也是边做边考虑边想 然后边在改变调整这些政策 那为什么大家会对于当时中国政府 在疫情这件事上面 会有这么严厉的批评呢 就我觉得是一样的 因为你考虑到说 新冠肺炎都有一个新字在里面了 这个病毒对于全球的人来讲说 都是一个新鲜的事物 就是一个大家从来都不知道 他的机制是什么 他传染的机制是什么 然后呢他人传人的范围能到什么 然后他的病病毒的这个毒性 这个死亡率会有多高 这些都是大家都是没有研究的 我觉得这世界上 当然了我们后面会 我下一集会讲一个事情 也大概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反驳 我就说啊肯定他们本来就知道的 他们都了解 但是我是先通过我自己简单的一个很粗 很粗浅的一个判断就是说 我知道中国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病毒的 那我以这个为前提 我就说那一开始没有做好呢 这些我觉得是可以谅解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任何人有经验 即便是你看现在美国 啊号称世界第一大国 他的医疗资源应该算是全球最顶尖的 然后呢他们检测的量呢也是全球第一啊怎么样 但是你看他传染起来也没有在开玩笑的 是吧你现在都已经好几百万的人 确诊了 那死的人也已经十几万了 所以那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病啊 他是不挑人的 他也不挑地方 也不会挑你是什么样的种族 或者说你你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他会传染到给你就是传染感 至于每一个人他的病症他的严重性不一样 那这是另外的一方面的问题 但是说他传染性是很强 这个无庸置疑 那我相信对于澳洲的本地的一些这些领导啊 或者是说这些州长们呢 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呢也是边走边看 他们也要吸取很多别人的教训 他们也需要很多的专家来跟他们去解释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然后就是很我们可以谅解 就是说行动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的严谨一点 然后然后细节吧 要释出的快一点 因为像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包括我自己我自己是做房地产行业 我是做比较是租赁方面的 那我们不像买卖 买卖我们可以拖延 但是对于我们租赁来讲 很多东西是要需要 及时去 及时的去处理 及时的去反馈的 像我有好多的租客也是说 近两周就需要入住 那他们都很担心说 那我们出门去拿这个钥匙啊 那据我所知呢 就是说好像搬家呢 是不受这个五公里的这个限制 因为他其中有一个限制就是说 你不能够出去超越你家五公里的范围内活动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搬家这件事情呢 好像他们已经说这个是 不会在这个五公里限制以内的一个规定 那我觉得说这些细节还是要释出的快一点 对于每个行业也是更有帮助 不然大家都是在猜 大家都都是只是在猜 我们也给不出什么答案 大家心里也急 然后呢这个时间点的话 大家我觉得心里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吧 可能现在这个环境啊 对他们来讲本身就是一种压抑 因为对我这种算半宅男的人来讲 我宅在家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不知道多开心呢 我天天不用出门 但是呢对于可能一些他特别爱出去活动的人 他就是在家一分钟都待不住的人 他不晚上不去跑个两三公里 他根本就停不下来的人呢 那现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种煎熬 我也理解到说他们这种人他在这种 这种情况下这种封锁 这么严密的封锁之下呢 即便他能够出去啊 他心里面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 特别是他如果觉得说家里面有要有老有小的 那他会不会觉得说那我还是少点出去啊 我更避免了让我家人有有得得病的这个几率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是保持心里的健康呢 还有就是说大家出去呢 口罩肯定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人会不戴的 因为抓到就是200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倒不需要去提倡说大家戴口罩 因为仿佛大家现在也懂得这个道理了 因为对于以前的一些人来讲说他可能觉得无所谓 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点这种侥幸心理啊 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出多远 我也没有去多久 我就不用戴口罩了 我就溜过去 但是现在我也觉得说我自己出门的时候 我也会提醒自己啊 即便是之前没有口罩令强制令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哎我还是戴个口罩吧 以免万一 因为听到说哎呀这个病 现在已经去向年轻化的确诊了 然后年轻的得了后遗症也很强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警示吧 就是也可以算是说别人给你的一种提示嘛 就是说告诉你了你得了这个病 即便你身体好即便你年轻 但是一旦他发作起来的话 其实也是扛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啊现在默本的疫情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想讲的就是说下一个话题呢 是说嗯 关于就是说我想提一个类似就是暧昧的真相啊 就是现在感觉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相呢 仿佛还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我会留在下一集再说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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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